公亲辩事主台中市有一名男子日前到一家火锅店消费 因为没有注意到店内的用餐规定跟店家发生了消费纠纷 店家报警原本要提告诈欺 在远景的排解之下最后不追究男子的行为 没想到反而遭到他对远景心声不满 竟然在脸书上po文扬言恐吓要杀害承办远景 还呛瞎要求网友们一定要举报他 行径非常嚣张 警方因此依恐吓罪嫌权唤男子到晚说明 他吃饭不付钱 店家注意到店外 但男子就是不肯支付额外费用 只好报警处理 前面是不是有规定说他东西加进去要20块 但是我没有看到我也看不懂 店内墙上清楚张帖告示 沙拉爸的身材放入锅内烹煮 每分要收20块 60多岁的这名男子日前到西屯区这间火锅店消费 疑是因为没有注意到店内用餐规定和店家发生纠纷 坚持不愿意支付额外费用 店家气得报警 劝说之后他还是非常不理性 就是他的口气比较不好 就是说比较重复的说为什么不能丢下去 怎么可以规定他使用的方式 警方货报道场协调 让原本要提告他 炸气的店家最后也不追究了 没想到公亲被锁住 男子回家后竟然在脸书po文 恐吓要对处理的远警不利 行径相当嚣张 排解消费纠纷反遭恐吓 警方不容许不法行为挑战公权力 除了依法延办也呼吁民众 有纠纷应循正当管道解决 以免触发 谢谢明洪建兵台中报道